這條題目,如果我們由已知條件出發的話 我們就可以單體乘A over B C 減 A 的平方 我現在只拿一個分數出來看 這東西等於什麼呢? 很簡單,也就是把這些東西都踢在右邊 那就變成-B over A C 減 B 的平方 減 C over A B 減 C 的平方 然後,在這裡沒有什麼捷徑 只好把它通分 那我們就會變成-A B 的平方 加 B C 的平方 減 A C 的平方 再加 B 平方 C 那下面呢,就 over A C 減 B 的平方 乘以 A B 減 C 的平方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分數 化作另外這兩個形式的表達 然後呢,我們再看一看 我們有了這個分數之後,就可以怎麼搞的 上一個回合就說到一個分數的人 就可以化作這樣的形式 那如果,因為我們要考慮 就是墳墓會多成一個下去 也就是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分數 B C 減 A 的平方 那這個東西如果再平方的話 那會等於什麼呢? 那會等於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但是呢 墳墓就需要乘多一個 乘多一個它自己 就是 B C 減 A 的平方 那乘回這兩個 就是 A C 減 B 的平方 乘以 A B 減 C 的平方 乘以 A B 減 C 的平方 而上面那些呢,就一模一樣照抄的 我們也可以透過輪換的方式 去搞定下這兩個 也就是 B Over A C 減 B 的平方 這個東西的再平方呢 就會等於 負 A 平方 B 加 A C 的平方 減 B C 的平方 加 A 平方 C 那那份母呢 那那份母呢 就一模一樣的 最後一個呢 就是 C 的這一塊 C Over A B 減 C 平方 這個東西的平方呢 就會等於 負 A 平方 C 減 B 平方 C 再加上 A 平方 B 那那份母呢 這次又是一模一樣的 最後啦 如果我們把三條式 那麼 加上它又會怎樣呢 加上它之後呢 我們會發現 有些很神奇的東西發生 那麼 就例如 就例如 我們這個有一個 A 負 A B 的平方 那麼這裡又會加 一正一負 A B 的平方 那麼 接著下來 同樣道理 那麼 B 平方 C 一正一負 那麼還有的就是這個 B C 的平方 那麼在這裡 A C 的平方呢 就是這裡 然後 A 平方 B 那麼就在這裡 最後 A 平方 C 就是這裡 那麼呢 那麼呢 發覺這十二個 term呢 全部一 我們可以組成六 pair 一正一負 那麼就全部 cancel 了 那麼所以 深出來的結果呢 那麼就是這一塊東西 三塊東西 Doremi 那麼加在一起呢 就是等於零了 那麼這個就是這一條數的答案了 那麼這個就是這一條數的答案了